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网站11月1号开通 新闻中心网站是由中共喉舌人民网和中共新闻网联合经营 负责发布大会的各项议程、动态、公告、通知等等 也就是说所有18大的新闻都通过这一单一窗口发出 另外在中国各地的保安工作严密到如同准备作战 天上、地下、网际网络全遭到严密掌控 民众表示中共18大摆出这么大的阵仗来对付人民 中国的老百姓还能幸福吗 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位民众手机收到的短信 电信公司提醒用户因18大的召开 国安局对通信行业进行封网 只要内容涉及18大、国家信息等字样 都会被关停短信功能 能翻墙吗? 肯定不行,早就不能了 因为要之前就不行了 就我用的是日本地方的一个代理 就不行了 这个还肯定我知道怎么回事 您现在经常上网吗? 没有,网络都打不开了 您知道为什么现在上不去网吗? 那肯定是中共招开18大了 安检升级了 谢谢大家